出院的第三天 我除了拐槍開了一個車 好開心喔 買台新車開... 又在我第一次出事 同一個地方 附近... 我過那個隧道之後呢 那是一條雙向道 左邊是住宅 右邊就是山壁 那個擋土牆 我開得好好的 忽然我的方向盤 帶我的手 90度 鞋門啊 鞋門 我自己知道說 這不對 這要嘛機械故障或是怎麼樣 絕對不是人為疏失 所以你之後再開車都沒事了吧 我也改變我的開車習慣了 我也不可能去酒駕了 可是他應該還是會惹到不少女孩吧 不敢...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呢 這個不只騎車要戴安全帽 開車最好也戴 三十年前車子 應該有配備安全 氣囊 我那個時候出車禍的時候 還好有氣囊 對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綁那權在 那一剎那時間是氣囊救了我 所以你為什麼覺得 自己是年輕的偶像啊 對 有點...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大概那個狀壞了吧 不... 我們那一代 我們這一期的藝人啊 其實... 你那一期有誰啊 有陀宗華啊 甚至孫鵬 小康 你也是演喜劇出身吧 其實我們演員不能挑 但是喜劇我比較專長 在當時啦 那麼喜劇就不會是偶像嗎 我是幾度夕陽紅 我是瓊瑤出身的 對 你會演過瓊瑤的戲 我第一部戲是幾度夕陽紅 然後煙雨萌萌 在水浴方 點... 你說是不是偶像 可是你跟誰搭配瓊瑤的戲 瓊瑤的戲 劉雪華也有我媽媽 溝鵬也有我爸爸 然後趙永信也有我姐姐 就是男女主角都長大 然後他們就還剩下幾集 就演他們的小孩 對...那時候只有三台嘛 所以收視率是肯定高的 對...我現在想起來你有曾經 對 但是我第一部戲 對 還要訪問我嗎 我以為我太佔時間了吧 你難得來 總是要讓大家回味一下 你的光輝的事實 是... 所以你現在看... 你現在看新的演員們會... 會嚴厲的批評嗎 批評我們不能說是批評啦 但是我覺得... 尤其我們這一代受的藝術 我想說小孩子也很清楚 我們禮貌承受 那是不同的 小孩子可能沒有... 小孩子可能沒有... 小孩子可能沒有印象 但是小孩子剛出道 還是在國光的時候 我們一起演過戲 我是讀華岡 華岡 對 對不起 華岡 妳就跟人家同一演出過 沒有... 他說 我印象是主光日吧 還是什麼 你跟妳姐姐一塊 你們還在念書 我們還快出伍完 還聊一下天 我說你們畢業也沒 所以你們還在念書 我說看好你們兩個不錯 所以有一段時間了 不過... 還說錯話 你跟富菲菲也同台過 你跟國超也同台過 你到底菲菲有多高啊 你不會跟梅蘭芳一起唱過戲 沒有... 太誇張了 我又不會唱戲 像那個時候小孩子看到我們 超哥 你好 國超哥 你好 我覺得這受了一個禮貌嘛 那現在的年輕的孩子 我覺得這方面他好像比較不懂 會...我覺得會有一個落差 有人不跟你打招呼嗎 有 我碰過 今天來現場每一個人 都有跟你打招呼嗎 有... 我比較晚近了 來不及 這我先道歉 我只是說 這只是一個基本禮貌 一個倫理 祖雄應該不認識國超哥吧 他剛剛一坐下去 先跟我打招呼 他是外來的人 他很多人都不認識啊 我只覺得這是應該一個傳承 因為現在年輕人 有... 有... 我要去... 可同爬喜馬拉雅山休克 喜馬拉雅山是妳自己 決定要去的啊 對 可是我沒有休克啊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媒體爆出來說 就是會...那裡很危險 會容易休克 因為會有高山症的問題 可是應該上去前 就有行前準備吧 有 妳是約誰去從事這種活動啊 對 因為這樣... 不是因為一個女人 誰沒事會約姐妹 都會喜歡她 可是我們一群人 一群喜歡運動人一起去的 所以你現在已經有男友了 對... 不可能沒有 這麼漂亮 他有一陣子沒有耶 在康熙 開一個文人 好怕說我話 我記得他當時很愛講他 香港單的事情什麼的 沿路有一直在心裡偷罵他 拉妳來爬這個山嗎 不會 因為我覺得這是好... 人生好難得的經驗 我覺得從這次旅行之後回來 我就有改變一個人的感覺 因為那邊的生活品質很差 然後風景真的很漂亮 所以回來之後會連開水 水這樣一直流 都會覺得好浪費 要趕快關起來 然後連蓬頭這樣洗澡 都會覺得天啊 這也...台灣的蓬頭 可以這樣一直沖一直沖 是一種奢侈的生物 對... 就是會改變你的想法 大完便都捨不得沖 是... 對啊 要勤滿才能沖 對嗎 在山上的時候沒有沖水馬桶 要自己沖完要這樣去清它的 然後住的品質也都很差 所以我覺得... 我要講很辛苦的地方是在於 所以洗蓬蓬頭是一個人洗嗎 一定要自己一個... 我去那邊三、四天還可以洗一次澡 我們是不是在台灣耶 在台灣 自己洗啊 一起洗比較節省啊 省省 也吃喔 對啊 泡澡的話一定要一起泡吧 對 不然一個人泡太浪費 家裡沒有浴缸啦 家裡沒有浴缸嗎 他家呢 他家... 好啦 下次跟他講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 一起經歷過西馬拉雅山 然後沒有死 就覺得應該要嫁給這個人 去過西馬拉雅山的人 並沒有死很多啊 你不能這樣講 你現在就要一起經歷這些 那種危機的那種 就不是說有那種種吊橋 對... 妳就特別會激發那個人家的情緒 對 一起經歷過這個 有 我覺得 就是十幾天都沒有吵架 而且最醜最醜一面 都被對方看到了 然後就會覺得 蛤蛤 如果你還娶別人 這樣會不會有點不應該 所以你們有要結婚囉 還沒有啊 就是還要再看看 妳現在講這大話 萬一他娶別人呢 真的 就在這邊阻礙他 可是我不太懂 萬一頭暈的是妳 然後妳往下走的話 妳男友會陪妳下山嗎 其實我這一路去 我一直走是最慢的 然後他一直在後面陪我 然後其他人都滿厲害 所以他們都可以走很前面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陪我 然後又我就是 因為真的很缺氧 所以會一直這樣有點 晃來晃去的 然後他只要看我 稍微要這樣晃一下 他就會扶我 然後我還會凶他 因為會覺得 我沒事...你不要扶我 你不要扶我這樣 就還是想要自己走 所以我覺得他滿好 就是一路都一直陪我 應該更要接吻吧 男友可以給他一些氣啊 男友自己就會休克 沒有恩愛的感覺 因為只是覺得... 就沒有那個閒功夫了對不對 對 因為我連喝個水 都會好喘... 去年年底認識的 今年已經快到年底了 所以這小子已經招往一年了 對啊 還沒一年啦 我們知道現在才知道了吧 對啊 還算熱戀了 我中間沒有來啊 要不然我來坐下 我就馬上說 對... 妳有跟沒有... 我好像沒有空來康熙是吧 不是啦 妳有跟自己覺得講 妳有男朋友了嗎 有 因為我有在路上被拍到 所以就講了 OK 有後悔找了一個愛運動的男友嗎 有耶 不是特別啦 不是特別要找運動嗎 因為我只是跑步而已喔 我不知道爬山要準備很多東西 而且爬山很多都不漂亮耶 然後他每個... 就是只要買東西 每個週末都帶我去那個 登山用品色一直選購東西 我想說為什麼要買這... 我不想買這... 這鞋子很醜 這褲子很醜 結果有一點覺得... 有點太誇張了 好單純的跑馬拉松是不是 就是還是想要漂亮 而且爬山不能露出身體的部分 不知道穿很多有沒有 整個包起來 還應該選一個游泳的人對不對 我可以帶妳去衝浪嗎 好像有男朋友 妳男也是爬山的人喔 對 就喜歡運動的人 只剩運動 對 又是什麼意志力支撐妳要完成啊 就覺得我都上來 我怎麼可以往後走 妳有覺得說下去會被他喬不起嗎 我覺得就是 就是因為那時候還剛在一起沒多久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化妝 也不能夠洗乾... 連洗乾淨自己都沒有 每天都很臭 都不想要男朋友靠近我 因為太臭了 嘴巴 頭髮都很髒 然後其實因為我不能好好上廁所 所以我整條路上都在放屁 因為我們在山上一直吃豆子 所以就會一直放屁 然後我就說 妳可以不要在我附近嗎 妳可不可以走往我前面 他說他又不放心我自己走在後面 所以他一直跟在我後面 所以我就覺得 一直在蒙我的屁股 然後又一直吸不進去 真的 還有防出聲音來之類的嗎 我想 李嘉宇 腰力抑鬱床人 鬼門關前走一遭 我這其實是自己 在飯店裡面發生的事情 妳住在10樓 對 我高中是 去巴西 但因為我那天就是自己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人在房間裡面 然後我就跪著靠著她 所以我靠不到10秒鐘 那時候我就... 一開始這樣90度都滑出去 而且我是跪著的 然後我想說 然後結果 我那時候